大家好,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分析從事電子商務交易平台的科網股 我們要留意GMV 究竟GMV是什麼呢? GMV 全名是商品交易總額 是指用戶落單購物的總金額 初歌要留意 GMV 包括已付款和未付款的落單金額 GMV 越高 反映電商平台的用戶數量越多 平台應收性越大 用戶滲透率越高 有利電商將用戶流量轉化為實質收入 以騰訊為例 2020年初公佈 旗下的微信小程序 在2019年的每日活躍用戶數 超過3億 GMV 超過8千億元人民幣 高盛當時估計 微信小程序到了2020年的時候 GMV可以增長到1.7萬億元人民幣 2021年更加會升至3萬億元人民幣 有利帶動騰訊的廣告收入 將用戶數目轉化為盈利 總結而言 GMV 越高 反映電商的營運規模越大 交易平台越有價值 公司越有潛力 將龐大的用戶群 轉化為實質盈利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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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感谢观看